Hello 大家好 已經有段時間會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我想和大家講一下韓國的面膜 其實韓國很多化妝品和護膚品牌子都出了不同類型的面膜 例如有睡眠面膜、皮膚面膜 或者一些膠面膜的東西 其實我這一陣子都試了不少 所以都想和大家分享 我第一樣想說的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Too Cool For School的Mousse Pack 無論淘寶也好 香港的Blog界也好 很多人吹捧這個面膜 所以我也試了 其實這個面膜的瘡身就是這樣 其實它的頭部就是這樣 它擠出來就是一個好像Mousse狀的東西 其實你只需要在皮膚上打圈按摩 其實我擦得比較好看 就會變成這樣 那我先抹一下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開peeling gel的習慣呢 其實這一隻Egg Mousse Pack 都有點像peeling gel的效果 但是它那個擠出來的質地就完全不同 不是一個Gel狀來的 是一個Mousse狀的東西 那其實我就用過都大概四五次了 那我都對它的評價是positive的 但是唯一有一樣不好呢 就是當如果我皮膚是正直這個不好的狀態 但是例如太乾的時候用呢 我之後的第二三天都已經會脫皮的 例如這些位置都會出現一些乾紋 和脫皮的狀況 那所以呢 太乾的時候我都不敢用 那還有如果是 你一向都是乾性都真的不要用了 那反而如果你是 油性肌或者混合肌呢 一個星期我都覺得可以用到一次的 但是真的不要用太多 那它用完之後呢 其實你看到臉會即時亮白了 還有感覺上輕盈了 那其實我跟大家聊了大概 可能分幾個小時呢 那些泡呢已經沒有那麼 沒有之前我塗上手不結了 可能鏡頭未必拍到啦 但是呢 其實它已經開始 好像出現一些水壯的泡泡呢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臉是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手再搓 搓呢 搓呢 搓到好像有點乾乾的了 那其實呢 這個時候就已經可以去過水的了 那但是緊記了 就是最好呢 都是用溫水去過 那效果呢 就會更加好的 那其實呢 我覺得 都不錯啦 這隻Mask都會見到即時效果 那但是如果你是再說一次啦 就是乾性皮膚呢 就要小心點使用了 還有呢 都要看回自己皮膚狀態才用 那這一支就140塊呢 在它的Counter呢 就會買得到的了 那但是有些水貨店 或者那些叫團購呢 都會90塊左右呢 就買得到的了 那那 嗯 想試的就 都可以去試一下的 那但是 都是要留意自己的皮膚狀況啦 那第二樣想說的呢 就是 這個 Inners Free的一個 Green Tea Pure Sleeping Pack 那其實對於Sleeping Mask呢 我也有點有點猶疑啦 因為那時候我用過一支叫做 Mischa的烏牛的Sleeping Mask呢 第二天呢 這一些位啊 就是 就會出了暗瘡 那所以那一陣子都比較麻煩 要處理那幾顆暗瘡 那所以 自此之後買Sleeping Mask呢 我也有點猶疑啊 那但是我有朋友呢 試過這一箱呢 就覺得 說它 不錯 而且它真的超級正的味道 那但是 嗯 對了 讓你們看看那個質地先 你會看到它一個GEL狀 好像有些白色呢 那些一粒粒的東西 那其實這些白色粒粒呢 是可以搓得散的 在臉上做按摩的時候呢 它會自己散開的啦 那 它就聲稱呢 你臨睡之前 敷過夜呢 就沒問題啦 那我就 試過敷兩次的其實 那 那感覺都不太好啊 真的都覺得好像 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有東西張著臉這樣 那因為其實 晚上睡覺你不知道自己 可能在床上滾來滾去 又黏到一些塵 又黏到一些 可能 不知道啊 就是覺得 好像會黏了很多 髒東西在臉上這樣 那 那所以我都 不是太習慣使用 Sleeping Mask的 那所以 我都用了兩次啦 還有我覺得 用完之後的效果 都不是說 那麼明顯啦 那所以 都沒有用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 一個可能 當一個很Mild的Mask 去用呢 都還OK 但是就 我不見敷過的東西啦 因為敷過的東西 始終 在臉上 感覺都不太好 那所以 我就 預料之後 都會可能 洗完涼敷三四個字 就可能洗走它 當是一個打底 這樣用的 那這一盒呢 就好像 八二元 在Innersbury的店舖 就找得到的了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講一堆Paper Mask啦 那其實 我有試過幾個牌子啦 那其實 先講這個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Innersbury的Paper Mask 那其實我覺得 Innersbury的Paper Mask 有點像美麗日記的質地 無論是紙張 和精華液的 那個質感 都是像美麗日記的 那它好像 我沒有記錯 就不知道10元 還是12元 一塊呢 大概這個價錢啦 那我最喜歡的呢 就是盧匯系列 和茶樹系列的 那 那 但是你說它的效果 是不是特別出眾 而且是很有效果呢 那我就覺得 都未必的 那可能你當一個舒緩面膜 或者一個 日常一個 保濕面膜這樣用 都ok的 那 精華都快吸收 而且紙張都貼面的 那所以 ok 我都幾喜歡它的 那另外有一個牌子呢 可以在萬寧找到 那時候做馬送一 所以我有兩塊 但是我用了第一塊之後呢 都有點猶豫再用第二塊 因為我自己的皮膚呢 就屬於 有少少混合偏油 還有會出暗瘡 那這隻Mask呢 其實它是 精華液的質地是偏油性的 那如果你是乾性皮膚呢 就可能會幾喜歡它的質地 那但是如果是油性皮膚呢 就會覺得它可能有些油啦 就是做按摩的時候呢 可能要 就是要過水呢 才會令到皮膚比較舒服的 還有它的紙張呢 是像一些比較傳統的Mask 就是沒有微力劑 或者 就是另外一些比較 近年 新興一點的那些紙張 那麼貼面 那我就 我就覺得有些不足的 但是如果你是乾性皮膚的朋友呢 可能會幾喜歡它的 那另外要說的呢 就是這個牌子 那這個牌子呢 就是叫做Leaders的 那我自己就試過好幾種啦 那其實它整條line裡面 都有分幾個系列的 那有分一些便宜一點的系列 還有中價的系列 那其實呢 平價系列呢 就有 我自己用過呢 就有這兩種啦 那就有Allo Sufing 這一隻 還有Collagen Lifting 這一隻 那我就喜歡這一隻多些 那這一隻呢 那這一隻呢 其實當我三五瘡的時候 我覺得它不會為 就是再敷的話呢 不會為皮膚帶來額外的負擔啦 而且保濕度也做得不錯的 那但是這一隻Collagen Lifting 就一般啦 就是都不會太擦液 都不會太好的 那但是以精華液的吸收度 和保濕度呢 就是這個我會很喜歡的 這個Allo Sufing的系列 那另外貴價一點點的系列呢 就是中間系列呢 就有 我用過AC Dressing 還有這個 Rinkle Filler 那Rinkle Filler呢 我覺得如果你是 皮膚是暗啞啦 或者會 夜睡的 那這一隻呢 都可以幫你提升到 那個亮度 還有可以幫你 做到輕微的緊緻的效果 那我早幾天敷過都覺得不錯 那另外AC Dressing 就是它專門是 如果你有暗瘡性問題的朋友呢 都可以用的 那我覺得用完它之後 就 痘痘就不會馬上借的了 就是沒有一些那麼神奇的東西的 那但是就沒有再惡法啦 還有它都不會為你皮膚加重負擔 再生更多的暗瘡 那所以這個都OK 那至於這個呢 Premium Care這個系列呢 那我就沒用過了 因為我也是買回來的 其實這個就是最貴的 這個就是24.9 那中格系列就是21.9 那便宜價就好像17.9 那其實萬寧有時候都會再做打折 就是最有折頭的 那你可以有空的時候去看看 那另外最後要說呢 就是這個了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Tony Moley的一個 Gel Mask 就是Wall的Gel Mask 那它就聲稱可以幫你修復到 可能你皮膚上面的抖印啊 或者有些缺陷都可以幫你修復到的 那其實我本身沒有用過Gel Mask 第一次用Gel Mask就是用它 那其實覺得它的質地就有點奇怪 因為我敷開的Paper Mask 其實是超多精華液在紙張上面的嘛 那但是這些Gel Mask 其實只不過是兩塊 嗯 遮理狀透明的一個Gel 這樣黏在臉上 和下角分開的 那我覺得它的精華液呢 就沒有Paper Mask那麼多 而且它的效果 即時效果都沒有它畫得那麼明顯 那所以它折了也要三十多元的價錢呢 我就覺得有點太貴了 那但是可能 我不知道 因為我用了一、兩次 但是那些暗瘡呢 都沒有即時退到 即是我也不期望它會退到的了 那但是 我覺得精華液又不是太夠 好像保水能力又不是很好 所以我覺得一般而已 即是收護程度和保濕程度都不高 那我就暫時未找到這個Mask的好處 那可能有朋友覺得OK的 那你都歡迎留言給我 告訴我 那怎樣才可以發揮到這塊Mask的功效呢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去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一段片再見啦 拜拜